欢迎收听由大灰狼为您播讲的《摩天记》第31回 柳鸣眉头紧皱 看着这手里捧着的一个黑色的木盒 这木盒里边放着小半根看不出来本来面目的血肉残渣 其中大部分呢都混杂着一些泥土 而其中最大的一块也不过是一小片带着十几根笔直绿毛的拇指大小的灰色皮肉 而这些已经使它花费了大半个时辰之后 这才从密林中搜集到的所有巨属的血肉残渣 由此可见啊 先前工装女子催动的银色飞溅厉害到了何种程度呢 柳鸣脑中再次闪过了那张冷艳无双的脸孔不禁摇摇头 将木匣一收而起之后就要施展横空树驾云而走 可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他足下地面中一声轻响 接着足心处微微一凉 仿佛有什么纤细的东西一下子就钻入了他的体内 柳鸣自然是大惊失色 急忙两手一掐绝枪 心神一下子就沉入了体内 飞快内饰搜索了起来 双腿甘舔身躯手臂头颅 他飞快地检查了一番 体内赫然丝毫意象都没有 柳鸣额头有些见汗 忽然抬手将足下的一只鞋子出现 只见那鞋底啊完整无缺 再一检查足下附近的泥土也并没有丝毫的不妥 怎么着 难道说刚才只是自己的错觉 柳鸣的脸色有些阴晴不定 目光在向四周扫了一遍之后 只觉得四周杂草丛中仿佛都有一股说不出来的诡异的气息 不觉背后已经有些微微的发寒了 这狠狠的一堆族之后终于不再质疑躺空而起 稍一辨认下方向就往盲鬼宗山门方向只一路飞去 这一飞啊就足足一个多时辰 这才最终飞回到了原先石陀山所在的地方 结果呢他刚一靠近 已经化为了一堆乱石的此山的时候 顿时从附近密林中腾空飞出了四朵灰云 上面赫然正站着木仙云巫师姐等四人 白师弟你终于回来了 你没出什么事情吧 先前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你是不是被先前出现的那名前辈抓走了呀 木仙云等人一见柳明 当即大起过望纷纷开口询问 没什么 我只是恰逢遇到一名前辈追杀一头妖兽 无意当中的被裹到了远处 现在那妖兽已经被斩杀了 那位前辈已经离去 我这才马上赶了回来 柳明倒也没有完全隐瞒 说了一个大概 追杀妖兽 这可就难怪了 我说怎么还看到一团绿乎乎的怪东西 不过这位前辈能弄出这般大声势来 应该不是普通的灵狮吧 白师弟 他可曾告诉你姓名吗 木仙云回头看脸倒塌的石头山 脸上可情不自禁的露出了一丝惊慌 这位前辈好像叫叶天梅 似乎也非本宗之人 师姐可曾听说过这个名字呀 叶天梅 这个名字还真的没有听说过 诶 吴师姐 你曾经在宗外走东过一段时间 可知道哪一宗有这么一个出名的前辈吗 我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不过也并不奇怪 大选国不知有多少不知名的前辈高人 我等不认得那也是很正常 这一次遭此惊变 我等几个人都安然无事 已经算是大幸了 吴师姐想了片刻 立刻回答 嗯 这倒也是 他们几个倒也没有仔细追问 柳明事情经过 显然呢 也不认为这等前辈高人 会和一名区区的灵徒 有什么太多的接触 哦 对了 我离开之后啊 杜师兄 牧师姐 可凑够到了足够的血丝果了吗 石多山倒塌之后 血丝果大多深埋其中 我和牧师姐费尽了心思 才总算凑到了八十余枚血丝果 白师弟啊 你先前应该也已经采摘到了一些吧 我这儿也有二十多枚用来交任务 是足够了 太好了 如此一来的话 总算没有白跑这一趟 我们现在就回宗门交下任务吧 听了木仙云的话 大家都是精神一阵 于是五个人在商量了几句之后 当即纷纷催动辉云 向满鬼东方向飞去了 数个时辰过后 当柳明和木仙云等人告辞 离开指使堂的时候 身上赫然多出了五点贡献点和二十块零食 临时作用不说 这五点贡献却足以让他去会天堂 听取一堂临时授课 或者说进入魂潭一个时辰之久了 不过柳明呢 现在不急着做这些事情 而是匆匆的腾云往另外一处地方飞去 一盏茶的功夫过后 他就在一片紫红色的树林中落下 前方赫然有一座不大的白木阁楼 通体都是用木材修建而成 不见任何一块石料 在阁楼大门上方 赫然悬挂着一块写着 回春阁的青色的牌匾 阁楼大门紧闭 但是在大门附近处 有一座一人高的木架 下面悬挂着一只淡银色的小钟 并有一只同样颜色的小锤放在了一旁 柳明大步走了过去 略犹豫过后 就一把从木架抄起了银色的小锤 冲着小钟轻敲了一下 当地一声清明响起 原本紧闭的阁楼大门顿时 缓缓打开了 柳明深吸了一口气过后 大步就走了进去 可刚一进入一层大厅 目光一扫 人不禁吃了一惊 只见着偌大的大厅中 除了一张红色木桌 以及后面坐着的一名青衣少女之外 根本没有第二个人 而少女此刻正低头看着手中 一个薄薄的书卷 头都没抬得淡淡说道 想要智商 去二层 想要拔毒驱邪 去三层 多谢师姐指点 柳明文言点了一下头 转身向一旁的空荡荡的楼梯口走去 但走到一半的时候 忽然想起了什么 转手 宁神问了一句 请问 可是迦兰师姐吗 一听这话 青衣少女身形一颤 一抬头 露出了一张清秀的脸 赫然呢 正是那位身怀梦魇之体的迦兰 此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你是 师弟白松天 当初可是和师姐一同成为灵徒弟子的 不过 加兰师姐不是拜入殷煞一脉门下了吗 这怎么会出现在回春堂了呢 眼前少女的梦魇之体当初曾让她吓了一大跳 如今意外再见 不觉起了一丝盘问之心 哦 原来是白师弟啊 这回春堂原本就是我们殷煞山的一位师叔在主持 我出现在这儿 有什么好奇怪的 好了 师弟忙自己的事情去吧 我呢 还要继续看书呢 受到这般冷淡的对待 即使柳明也不禁微微一咧嘴 抱拳过后 不再多说 直接上楼去了 这二层啊 是一间散发着淡淡药香的独立的厢房 但门口处悬挂着一层白色的珠帘 让人根本没有办法看清楚里边是不是有人 柳明一迟一过后 还是抬腿直接上了三层 他双足刚一踏入三层 还没有来得及戏看什么的时候 耳边呢 就一下子传来了一个冷冷的女子的声音 你中了什么歧毒呀 不去找自己一脉长辈去解毒 而要来找我呢 话音刚落 柳明直觉一股白茫茫的狂风一卷而至 自己身形滴溜溜一转之下 竟不由自主的被一股距离直接就拉扯到了远处 当他骇然的重新站稳身形的时候 已经站在了一名头戴青色斗篷的女子面前了 虽然说隔着斗篷 柳明呢 仍然能够感觉到对方闪闪发光的一对名谋 竟然似乎对他的来到颇感兴趣 而三藏大厅布置的那是极为的典雅 不但后边床铺齐全 甚至于呢 还有几盆不知名的妖艳的花树摆在角落 徽病师说 晚辈并不是中毒 好像染上了什么邪气 故而特来此地求助 这回春堂啊 也是柳明无意中从别人口里得知的地方 据说 这里有精通医术的临时坐镇 专解各种疑难杂症和一些歧毒诅咒 十分有效 而他一直对先前钻入体内的那股凉气 大感不安 生怕是那头死去的妖鼠 遗留下来的什么邪气 故而刚一和其他人分手过后 就立刻到这儿来了 他可不想体内留下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 邪气 哼 这倒有些意思 这很不常见啊 来 我来看看吧 斗篷女子文言微微一愣 但目光闪动 似乎更加的感兴趣了 只见她一手掐绝 另一只手呢 却手臂一动 伸出了一根手指点在了她的额头上 刘明有些骇然 只觉得自己 纵然说想要全力躲闪 多半也是没有办法避开这看似不快的一点 放松精神 不要抵抗 我来检查一下你体内是不是真有邪气存在 柳明心中一脸 自然不敢怠慢 连忙将心神放松 刹那之间 他就感到 另一股陌生的能量 一下子就从额头进入到了自己的体内 并开始飞快地 遭失身体各处 每一层地方呢 都没有漏过 奇怪呀 没有什么异常 难道说 这是一种引力性极高的邪气吗 说着话 这女子啊 手指一收 袖子一抖 又亮出了一面 看似精致的铜镜出来 这是辟邪宝镜 你若是中了什么诅咒 或者说沾染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绝对逃不过她的检查 不过 这个过程可能会有一些痛苦啊 你要忍耐一下 什么 痛苦 柳明心念一转 正想对方所说的痛苦 到底是什么的时候 忽然看到对方将铜镜对准她一晃 一道白蒙蒙的光柱 从中一攀而出 一闪即逝 直接就没入其身躯之中的 就在这一瞬间 她感到白色光柱所照的地方 顿时一些血液沸腾而起 一股万重叮咬的剧痛 随之滚滚而来 柳明虽然说坚毅过人 不提防之下 也不提一声喊叫出口 住口 我很快就会检查完了 斗篷女子却根本不管不顾 反而不耐烦的一手 冲其虚空一桩 当即一股无形距离 一涌而出 瞬间就将柳明身躯束缚的事 没有办法动弹了 那白色的光柱 则开始一寸一寸的 扫描她的身躯各处 柳明一时之间满头大汗 只觉得浑身上下宛如千刀万剐一般呐 似乎比当初开灵仪式上经受痛苦还要厉害三分呐 你竟然敢哄骗我 你体内哪有什么邪气 忽然斗篷女子将同经一收 面先一丝怒意 什么 这 这也没有办法发现 不如师叔 再换一种手段试试啊 柳明虽然说恢复了自由 体内的痛楚 也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闻听此言之后 不禁心中一凉 哼 我和辟邪宝庆百事百灵 还从来没有失过手呢 你难道说 怀疑我的手段不成 给我滚 斗篷女子文言更加大怒 狄子不敢如此想 在顿方散发出的一股灵压之下 柳明心中一颤 只能连撑不敢 倒退而走 他要是走得迟了 恐怕对方真敢给他一个 深刻的教训 慢着 留下二十块零食 你当我的时间是白白浪费的不成吗 斗篷女子目中金光一闪过后 又是一声呵斥 柳明文言自然不敢有违背 急忙将刚得到 还没来得及 污热的二十块零食取出来 放在地上 匆匆地就退出了三层大厅了 当柳明有些郁闷地 回到一层大厅的时候 轻衣少女还正在低头 看着手中的书 对她的到来视若无睹 柳明深深地看了少女一眼 这才悄然地离开了阁楼 这一次 她虽然说并没有任何的收获 甚至于呢 还将刚到手的零食又弄没了 但既然说擅长此道的零食 也说她的身上并没有什么异常 总算是让她安心了大半 也许 她先前的感觉的足底的凉气 还真可能是一时的错觉啊 到了此时 她也只能这样 自我安慰一番了 柳明再次 施法腾空离开之后 就直接返回了自己的小院 并一头就扎进了修炼屋中 她盘膝做好之后 重新再内视了自己体内一番 仍然没有任何异常发现之后 就不再将此事放在心中 而是从怀中的 向那小半侠巨瘦的血肉残渣 取了出来 仔细地查看了一番 有关这个东西的用途 她准备去九英山的 陵法阁查询一番点击之后 再决定如何处理吧 预知后续如何 欢迎各位聚集观众收听 摩天记第32回